大家好,我是阿鸦 今天阿鸦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清洗电饭锅的时候 别再止洗内淡了 这些卫生四脚不清洗 相当于在吃细菌 1.发热盘 很多朋友和阿鸦说 电饭锅永久了 做饭是越来越慢 那就是因为发热盘没有及时的清洗 首先先把电源线拔了 然后用湿漫布打圈擦拭 如果有一些非常顽固的污渍 我们就可以抹上牙膏或者小苏打 用牙刷来刷一刷 之后再用抹布擦干就可以了 2.内盖 电饭锅的内盖很容易积攒一些水气 和粘稠的液体 如果不及时清理 很容易变成顽固污垢 同时滋生大样的细菌 我们准备一盆水 在水中加入小苏打 用筷子搅拌一下 然后我们拿出一块百结布 蘸取苏打水 这样很容易就可以将盖上面的污渍 擦拭干净了 3.排气孔 米饭残渣经常会跑到排气孔 灰尘能小颗里也容易沉淀 因此别忘了清理排气孔 在清洁电饭锅的时候 将百结布占取